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这书说到今天啊 清代京师八旗兵的住房 只差两部分没讲了 这其一呢就是上文书结尾 我给您留这小扣子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八旗兵 在京师住房当中的特种部队 这第二呢就是最普通的基础军种 咱们今儿个呀看时间 如果时间宽裕的话呀 咱们尽量往前赶 我呢就把这两种八旗部队 全给您讲了 那得了 既然咱们赶时间嘛 咱们就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咱们就先说说 京城八旗驻军当中的特种部队 首先呢 我要跟您聊的就是虎枪营 顺治年清朝入关的时候啊 这大清国的这八旗编制里边 没有虎枪营这么一说 这虎枪营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呀 这虎枪营啊 是康熙二十三年设立的 最初这虎枪营的人数并不多 它的雏形呢 实际上就是 魁龙江将军送到京城来的四十名新满洲 新满洲在满语当中啊 又叫做一彻满洲 区别于这个福满洲 也就是老满洲 在这儿呢 咱们就得插一句 回答一下很多粉丝的疑问 有粉丝就跟我提出来呀 说这个在关外呀 实际上是有老满洲的 比如说八旗某之名门望族 就是留守关外 其实这个问题啊 有可能是我在前边讲八旗编制的时候 没说明白 也有可能是您理解上有偏差 咱们就得知道啊 首先什么叫做福满洲 也就是老满洲啊 那么有人说了 这个是不是这个世世代代 生活在这个白山黑水 关外土地上的就是老满洲啊 那您别忘了呀 九成九的满洲人啊 都是这种情况 他们的祖宗啊 都是生活在关外的 这老满洲啊 说的是努尔哈赤时期 就被编入八旗的女真人 可是大清国对八旗的扩充 不是指努尔哈赤一个时期 到了皇太极 乃至顺治康熙朝 后来陆陆续续 再被编入八旗的 关外少数民族还有 在这儿 为什么咱们不单提女真了呢 因为呀 这会儿啊 被编入八旗满洲的呀 还有其他民族 很多索伦部也就是和后来的满族 那会儿的女真人生活习族相近的部落 都被视为是女真人 编入了八旗满洲 哎 这四十名虎枪兵啊 就是新满洲 至于啊 这四十人在入旗之前是什么人 什么民族 聚集在什么方位 这也不清楚这个 属于是史料不及被宰 只是知道啊 这四十人可厉害了 手持虎枪 膳刺虎 攻马骑射呀 那是相当的纯属 说到这儿 我就得跟您说说 这些虎枪兵的特种性了 他们会什么特殊技能啊 膳杀虎 这其中呢 也包括呀 寻找这个猎物的踪迹 追踪猎物 直至福获猎物 这猎物啊 还分您这个主子呀 是想要活的 还是想要死的 在民时啊 就是超级猎人 入了棋之后 稍加训练 就是头等士兵 那有人说 这杀虎有什么难的呀 一群人围住了 枪打棒子砸 那很快的老虎 不就尿息了吗 不对 这个历代贵族杀虎啊 都没有前边 咱们说那几种方式杀的 什么弓箭鸟枪 一群人围殴啊 这有清一代的皇帝啊 就爱打个猎 他们认为啊 这打猎既是练兵 所以这打猎呢 是正事 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 烧了圆明园 这咸丰皇帝 带着自个儿的俩媳妇 也就是慈安慈禧 还有自己的大个 后来的同志皇帝 脚底下抹油 得烟 颠了 奔哪了呀 避暑山庄 他们打出的名义啊 就是木兰秋贤 他们竟然用打猎为名义 出逃了 他们啊 不搅寒碳 因为他们绝对啊 这老百姓知道 这个皇帝打猎是个大事 每年呀 得按时举行 那实际上 这京城老百姓是怎么想的呀 这老百姓心里呀 他自然就是一个字 呸 那皇上杀虎怎么杀呀 这皇上杀虎啊 就是一群侍卫 把这老虎啊 折腾累了 治到半服了 把老虎堵在嘎嘎 用毛刺死 一毛下去啊 刺中心窝 对老虎啊 痛苦也小 这属于是对自然的敬畏 那这满族人 他信萨满教吗 这说白了呀 萨满教就是自然崇拜 其次呢 这种杀法啊 也是对皮毛的损害最小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拨虎皮啊 是复开法 当然了 绝大多数啊 用皮子呀 都是复开法 只有这个少数的 比如说呀 这个蟒皮和这个鳄鱼皮 在少数情况下 有被开的 复开呢 顾名思义 就是从肚子上啊 把这个猎物划开 然后开始剥皮 这一毛刺进虎的胸窝啊 这样得出来的皮子 就会相对完整 并且杀虎人正面 迎着虎豹下谋 更能显示出 巴特鲁的英勇 这皇帝们正面刺虎的时候 有没有技巧啊 我不知道 但是虎枪营的士兵 是绝对有技巧的 必须一毛直刺心脏 没有再扎第二毛的 这大老虎呀 被刺以后是立刻倒架 您看那西班牙斗牛士没有 一剑直插心脏 就那意思 如果这一毛刺不中心脏啊 那很有可能 这老虎就一跃而起 困兽伤人 更有可能的呀 就是最后一口气 窜入山林 你再也找不着了 所以您瞧 这些虎枪兵啊 它是特种部队 它有本事吧 康熙皇帝特别喜欢这支部队 这些兵刚进京啊 就为他们单门成立了虎枪营 并且还把这些虎枪兵功能放大 在皇帝出巡的时候 这些虎枪兵手持虎枪 在皇帝的身后引领侍卫前行 在猎场驻臂之后 安下营来 这些虎枪兵啊就出动了 他们负责侦查附近猎场 有没有虎枪出没 在什么方位 是雌氏雄具体有几支 并且设计出俘获方案 然后由皇帝决定 这些虎枪是由虎枪营请货 还是皇帝亲自俘获 那么这虎枪营 它不能广就是这四十人呢 对呀 其实这康熙皇帝 在康熙二十三年 建立虎枪营的衣室啊 就决定 以这四十人为基础 训练出一支上三旗的虎枪营 于是就在上三旗当中 减拔出三百六十名新兵 编入虎枪营当中 到了雍正年的时候 这虎枪营编制增到了六百 您别瞧这雍正皇帝啊 他不打猎 但是他要排上 是一个讲排面的主子 他认为啊 这屁股后边跟着一群虎枪兵啊 比较帅气 那说说到这会儿 有哥们就得说了 那这虎枪兵 他不就是皇帝身边的侍卫吗 他应该属于禁卫军啊 不算 从这主要功能上讲啊 他实际上是皇帝打猎的时候 一支攻城部队 当然 您也可以啊 说他是特种兵 其次呢 他是皇帝身边的仪仗部队 如果您一定 要把这支队伍 和现代军队有个比较的话 可以称呼他们为啊 三军仪仗队 说完了这虎枪营啊 咱们再说一支 酷似是大内禁卫军的特种部队 什么人啊 扇扑营 其实呢 要说到扇扑营啊 这学徒我呀 是非常拿手的 我对这个中国传统式摔跤 是相当的热爱 那么中国传统式摔跤 最早的官方组织 就是扇扑营 说到这儿啊 有人就得接底了 尤其是我的那些老粉丝们 哎哎哎哎 讲敖拜那会儿 你可说了啊 这三军营啊 就是大内告手 揍死大内侍卫 丁先生您先别着急 您听我呀 骂猫哥您说 这康熙皇帝至秦敖拜啊 本身就存在于 画本小说 野史笔记当中 正史观书 不见记载 咱们说评书嘛 聊贤天一样 讲到除敖拜那集啊 咱必然就得那么说 可是这个系列不一样啊 这个系列 咱们正正经经讲的是八旗编制 咱们主线啊 离不开正史观书 我在这儿啊 给您外序加的太多 以后您呢 在历史认知上啊 可能会有偏差 我主要是怕把您带勾里去 那为什么我认为 这扇扑营的不是禁卫军 不是大内高手呢 首先说呀 这扇扑营不在大内当职 其次扇扑营离大内也不近 这扇扑营啊 分东西二营 东营啊 在交道口南 大佛寺的后世 西营呢 在西四牌楼 北大街 豹子胡同 咱们呀 不做过多废话的解释 扑一词啊 您就可以理解为 摔跤就行了 那么这扇扑呢 就是扇摔跤的意思 其实和很多的八旗部队一样 在清朝入关的时候啊 并没有这支部队 顺治年 只是造册登记 登记什么呀 登记呀 在大内侍卫当中 有没有扇编马者 就是扇于骑术的呀 或者是扇射和扇骑射 也就是部下射箭与骑马射箭的区别 再有呢 就是扇猎扇扑 就是会打猎会摔跤的 造册之后单独分处 以便于皇上老爷子以后啊 因材失用 那么皇上要这么多会摔跤的侍卫干嘛呀 有用 因为清代的军事体系最初的时候啊 它是满从猛制 很多的军事训练项目都是跟蒙古人学的 摔跤自然就成了训练士兵的重要科目之一 大清国定顶中原以后 蒙古王公啊 得到京城来朝贺 当然了 有时候啊 他也去避暑战装朝贺 蒙古王爷一来呀 自然也少不了这身边的卫士历史 来了之后呢 必然是跟皇上喝酒 喝高兴了呢 就席间演武呗 蒙古历史 换上了皮胶衣之后 给皇上表演摔跤 皇上一看这 好了这个 让自己身边的大内侍卫 谁会这个过去 跟这个蒙古这个大汉 比伙比伙 这一比伙呀 皇上才知道 倒了没了 握头风个是有多大眼呢 陷多大眼 这一摔起来呀 这八旗侍卫他不拎啊 这一回行两回行啊 到三回头上啊 这皇上挂不住尽了 于是啊就决定 单独要成立 扇扑营 当然了 这里边还有敖拜的功劳 那清诗稿上 确实是这么写的 这皇上啊 为了秦敖拜 又寻思着 这敖拜力大 无穷不好擒拿 于是啊就找了 多名会扑户的侍卫 一同帮忙 秦拿了奥拜 从此以后 才成立了 扇扑营 由近臣 负责管理 可是在我看来 康熙八年 扇扑营成立 才真正导致了 扇扑营 脱离了大内侍卫 为什么呀 因为他味道变了 您接着往下听 因为这扇扑营的人啊 就是以武功 给皇上拔面子 着脸 找威风用的 您看啊 这扇扑营 成立衣食 他都要什么技能啊 首先啊 他扇扑者 设了二百名 也就是二百个扑户 然后啊 扇编码者五十名 扇射者五十名 其实啊 您可能听出来了 表演性质 大于实用性质 这些个人啊 被编程营以后 集中训练 然后呢 这每年经考核 分头二三等扑户 这扑户考级 可有意思了 两个人搭上把之后啊 一交定输赢 谁把谁摔躺下了 谁就晋级 所以说 在头等扑户当中 短小精干者也不乏其人 要说呀 这东西营功夫可没白练 到了康熙末年的时候 蒙古历史再来北京 什么憨的憨的扎里干呢 可就摔不过皇上家的扇扑营了 哎 也算是露了脸了 可是呢 咱们说句后话 这扇扑营的功夫 可算是严禁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扇扑营人的功夫 那是真功夫 真正的徒手杀人计 在徒手计计当中 一招能治对方于丧失战斗力的 这成功率最高的 就是摔跤 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您看咱们现代的摔跤比赛呀 无论您看什么 什么国际跤 这古典的现代的蒙古式摔跤 日本的这个相扑柔道 还有咱们中国的传统式摔跤 那都是有保护的 首先说这运动员呀 他就不是照死了摔 很多危险动作也不能使 再有呢 这地气呀 他也有垫子 可是到了战场上不一样 咱们呀 绝大多数的人 哎 不是绝大绝大多数的人 没有被人摔倒的经历 但是自己不小心 低一跤的情况啊 还是有的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这一跤摔中了呀 躺在地下爬不起来 不是你不想起来呀 这口气他不好倒啊 只能在地上缓一会儿才能起来 您想啊 这扑火啊 这摔跤的人 他研究的就是 把你怎么往死了 往中了摔 这一个大别子呀 给你扔地去了 你要是起不来 人家对着你脑袋呀 轻轻的来一脚 这人不就尿息了吗 所以说这摔跤是真正的实用技术 是徒手杀人计 可这扇扑营呢 他让皇上玩坏了 只能作为这皇上身边的表演项目存在了 那么这扇扑营在其他方面 除了表演之外就没露过脸吗 露过 按咱们老百姓话说啊 还挺解气的 在那会儿 中国北部边境 大清国和沙俄的关系啊 非常紧张 经常发生边境摩擦边境冲突 你要是想听戏制的 咱们前面有半个小系列 说的呀 就是这段时间的事 它为什么是半个系列呀 因为呀 还有很多关键的地方 比如说呀 这个雅各萨之战 和尼布守条约 没讲呢 我就发现很多鹅粉啊 一个劲的喷 那个系列停更啊 我不是怕他们 我这写稿子呢 准备跟这帮鹅区死磕到底 他们呀忘本了 在边境摩擦的开始啊 这俄国人就派了一只庞大的使团 来到了北京 皇上发现这帮俄国人啊 来到北京之后 相当的没有礼貌 这些俄国使团成员 不但藐视朝廷 而且经常出外骚扰百姓 于是这皇上啊 就想起新城里的善破营来了 就这善破营里边的扑户啊 在俄国使团外边等着 有一个老毛子上街呀 你就后边跟着一个人 要是有两个出来呀 你就跟着一对扑户 要是这帮老毛子呀 敢欺负中国的老百姓 二话别说 上去就揍 照死了衰 不算毛病 您还别说 管用不管用啊 管用 没过几天呀 这老毛子性格变没变 咱们不知道 反正啊 这帮罗刹人啊 是不敢上街了 挺好 解气 其实这段故事啊 也不该在咱们这个系列里讲 这削毒我呀 主要就是想输一口心中的恶气 这善破营的故事啊 多了 您要是喜欢听啊 您留言告诉我 关于这善破营的故事啊 我可知道不老少呢 虎枪营和善破营 是我认为 驻京八旗当中的两支特种兵部队 有人说了 这云梯兵和火枪营不是吗 我认为不是 那些呀 都是八旗兵的正规编制 明天呀 是咱们讲驻京八旗的最后一集 就得聊聊啊 这驻京八旗的常备正规军了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明天呀 咱们要说一个 险些在乾隆朝 就终结了大清朝的 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